这一条墨墨洞 我发现菜桌有个厕所,上菜好快,两干分钟菜就上来了,然后这次来了这个小鱿鱼, 尝尝这个小鱿鱼,有这种墨湿的感觉,黑不留球的,你看,是凉的时候,下身味很重,味道是好吃的, 咬起来好像有点咬不太动,味道是香的,炒空青菜的同款调料炒的感觉香, 下一个是三汤青菜,看这个叶子已经是这样子了,好关,酸的我怀疑人生, 只能这个菜,就是那种网中的菜肝粥的那种菜肝的味道, 好酸,很想象一下把一瓶醋,白醋,超酸的白醋倒进去,就是这个味道, 太热了,太热了,就来了一个特产,鱼香肠,鱼我吃过, 香肠吃过,鱼香肠没吃过,听说是把香肠放进鱼身子里面,长这样, 你看他的眼睛像是炸的一样,这个是里面的那个, 嗯,香香的,咖喱香脑味,哇,鱼本真的非常的香,炸的非常的香酥, 也很入味,而且不是咖喱味, 里面的肉,痰,但不是很痰, 那个咖喱味,其实是非常香的, 因为我不爱吃香茅,所以这是我的死穴。 好酥脆啊。 去泰国咖喱,喜欢吃的人,我觉得可以吃,肉好吃,嗯,香, 然后又来了一个招牌炒饭,它也写的是整件招牌,然后看起来我觉得算是我见过, 色澤呀,油量程度呀,都是比較不錯的炒飯 這個可以的,這個可以的 飯身非常的乾爽,非常的香 雞蛋很明顯也是爆香了,還配了一些像醬油一樣的東西,有辣椒 醋好酸好鹹,不行不行不行 還有黃瓜 不知道怎麼配的 這個米飯分的非常開,非常乾爽炒的 我最喜歡吃這種乾爽的炒飯 他們這些青辣椒稍微炒了一下,非常的非常的 那個,青辣可口,非常的香辣可口 我一開始以為這個只是蛋炒飯,誰知道還有小蝦米 一直暈了點 但咬下去那一瞬間,它咬到那個非常乾的炒過了的飯一樣 我可以吃十碗,打包一碗回去吃吧 我可以吃十碗,打包一碗回去吃吧 我可以吃十碗,打包一碗回去吃吧